- 香港人都超級驚喜的 - 超級驚喜的 - 香港人都超級驚喜的 - 超級驚喜的 - 如果沒有你們 星期六天在汽車碼頭開展 真的無法體驗到有極驚喜的 - 為了看Big Fan Show 可以排幾個小時入場 但他們也不想 由於第一晚大會安排混亂 - 就搞成這樣 - 連阿莎都信了 - 很慘 - 千華就站到腰都痛 - 拿比觀眾插在市場安排最差的演唱會 大會表示會跟警方和保安開會檢討 - 看看昨天怎樣 - 排了一會兒 - 我們排了一個多小時 - 香港很少搞這麼大型的活動 - 有混亂都正常的 - 如果以昨天說很混亂 - 所以都比之前一天早了十五分鐘開展 - 六點半就可以見到GD了 - 和前一晚有點不同 - 開場和魚Show前 - 他們都有坐巡演車 - 和觀眾近距離接觸 - GD還說昨晚是很精彩的一晚 - 是最好的回憶 - 勝利就叫粉絲不要哭 - 他們會回來的 - 利蜜真是很完美 - 因為繼續場內場外都看見Show - 場外還有500人 - 還有500人